为了推广地方的农产 在鱼池乡公所与农会合作下 特别与厂商来合作 开发鱼池农易购的网站 来行销再利用植农的产品 鱼池乡公所今天来到我们鱼池乡农会 共同去举办这个鱼池农易购 它的一个网站的APP的一个推广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希望呢 藉由这个平台 这个APP平台 让我们更多的农友的产品 最优质的农产品 可以呢顺利的送到我们消费者手上 这个网站它可以导客入村 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游客 上网查到之后 可以直接把你带到我们的生产地 直接跟农民来做我们农产品的采购 也希望藉由这样的媒体 可以让我们的农民 可以多赚一些钱 让辛苦的农民 可以再多赚一些钱 鱼池乡公所农金课长也指出 目前已经是数位化的时代 因此透过网页的设计 可以为农民增加曝光度 那我们设计这个农易购 就是希望农民是很容易的到达的 然后透过农民的资讯的收集 让消费者可以很快的 透过山西产品 就可以知道农民提供的讯息 然后依照他们的需求 就可以找到他们要的农产品 那这样一来节省消费者的时间 也提供农民一个 跟消费者接触的机会 医院陈初会表示 农民对于行销来说是一销不通 因此透过网路的方式 不但可以增加曝光度 也可以让地方的产业增加知名度 在鱼子乡农会成立了一个 容易购的网站 目的是要邀约鱼子乡的所有农民 能够加入在这个网站的成员里面 然后展现出他们自己 所生产的这些农特产品 能够借由网站来做一个行销 所以用网路来行销 网路来购买 这个意义非常的好 第一能够方便购买者消费者 第二能够让我们农民 更容易在网路上 来介绍他们的产品 其他透过网站的设计 除了能够提升知名度以外 也期盼能够为地方带来新商机 记者邱品逸 于此采访报导